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種非常獨特的健康管理方法 整體療法 整體療法是核心在於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而不是僅僅關注單一症狀的問題 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它可以全面地改善健康狀況 觸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恢復能力 三高代謝寶正是基於這種理念而設計 這款產品的配方中包含多種天然植物提取物、維生素和抗物質 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下 能夠幫助身體調節血糖、血脂和血壓 從而改善整體健康狀況 三高代謝寶研發團隊的負責人 陳掌紅先生在接受健康520採訪的時候說到 有些消費者在使用過三高代謝寶以後 身體的慢性病改善了 就在健康520網站上面留言 說他們在使用三高代謝寶以後 有的血糖改善了 有的血壓改善了 還有很多人表示 他們的睡眠品質有顯著的改善 而且變得有精神有活力 這些效果都歸功於三高代謝寶整體療法的設計理念 如果你亦都希望通過這種自然的方式來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 不妨施施三高代謝寶 令我們一起從內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現在馬上瀏覽健康520官方網站 即可了解更多信息 我們首先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7月31日 第一批F-16戰鬥機已經到達烏克蘭 這次大大提高了烏克蘭的戰鬥力 以此同時 俄羅斯國防部爆出醜聞 普京在5月22日曾經乘坐的 編號801全球最大、最重、最快的光炸機 在兩個月後墜毀 這是專門為搭載核彈 或空射巡航導彈設計的光炸機 而墜毀原因可能由於俄國防部門貪污問題造成的 騰博社報導說 北約盟國首次交付的F-16戰鬥機已經抵達烏克蘭 這將會提高烏克蘭擊退俄軍的能力 另外 根據基府郵報7月31日獨家報導 烏克蘭特種部隊再次展現其遠程作戰能力 在7月底對敘利亞的俄軍基地發動襲擊 摧毀了俄軍軍事裝備、遇動電子戰系統 近期 烏軍對非洲和敘利亞的俄軍進行打擊 一方面趕明烏軍的戰鬥力增強 同時也放出了烏軍的新戰略 就是打擊俄軍海外基地 讓普京自顧不下 除此之外 據X帳號Crystal-Vicipello 一家科學生產企員 MPP的內部 涉密信件揭露了事故經過並指出 飛機其中一台發動機爆炸的碎片 導致其他三台引擎及飛機本身損壞 最終讓城墜機事故 信中對俄羅斯核武器負責單位的技術狀況 表示擔憂 更指出這次事故 源於俄羅斯聯合發動機集團 未能妥善維護飛機的MK32引擎 確保戰略光澤機引擎處於良好狀態 而今年1月7日 也發現實台有問題的MK32引擎 據消息說 俄羅斯聯合發動機集團公司 未能修理引擎 而是使用庫存的零件和其他飛機 換下來的引擎進行重組 公司的主管將合約中的成本 與實際作業間的差額貪污為己有 這說明俄羅斯國防單位 嚴重的腐敗問題 根據消息例外 俄羅斯總統行政辦公室 因這封信 以強制總檢察院 調查委員會以及俄羅斯國防部展開調查 而在普京總統乘坐的飛機聚機事故發生前 俄羅斯聯合發動機集團公司 以及各有的羅斯特克集團 一直都受到俄羅斯政治人物的保護 一直逃脫法律追溯 而現時這架飛機不同 涉及普京本人且影響俄羅斯 合三位一體的組成 所以俄羅斯聯合發動機集團公司 要面臨無法逃脫的嚴重後果 俄羅斯因為腐敗而導致軍備出現致命問題 這個以中共火箭軍因貪腐而失去戰鬥力 如出一切 今年上半年 俄羅斯也傳出 國防部高級將領因貪腐問題而被捕 外界質疑 俄國防部因貪腐連普京的坐機都選偷工選料 其他軍備質量就不用說了 這個只能加速俄軍的戰敗 韓聯社7月31日報導 外界普遍認為 相較於潮鵝進一步普團 潮中關係似乎開始疏遠 對此韓國國家情報院近日發現 金正恩近日向駐中外交官夏達大以為 工作時無需顧慮與中方產生矛盾的指示 引發韓方高度關注 正密切觀察相關發展 此前 朝鮮強烈譴責中共領導人出席的 第九次韓中日峰會聯合宣言 提及朝鮮半島無核化 2018年 中朝領導人肯帶聯市樓下的腳印浮雕 被立青覆蓋 全中方多次要求朝鮮 讓其韓中武功全員回國等 韓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院 近日發布的報告指出 北韓可能透過大使減染 朝鵝關係蜜月期 迫使中方關注其對朝影響力減弱的問題 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 7月30日韓國會作正式指出 中俄正爭奪對北韓的影響力 中方因此對俄朝加強合作感到焦慮 北韓近期持續推動核武和飛彈開發計劃 並進一步取消和韓國統一的政策 華府智庫史丁生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萬寧認為 北京可能擔心普京是破壞者 願意容忍平壤的挑釁行為 金正恩對美韓懷抱敵意 加上中共對北韓的影響力日益弱化 使得北京更關切穩定 因此可能願意與美國適度合作 美國海軍分析中心的北韓專家高斯也指出 中共擔心如果北韓利用俄羅斯提供技術支援後的先進武器 來加強挑釁 可能會招致美國更強硬的反應 不符合中共的利益 據美國之音報導7月31日 在哈馬斯及其伊朗支持者指責以色列 在德克蘭刺殺哈馬斯政治領袖哈尼亞後 伊朗伊斯蘭統治者的波斯反對者 在社交媒體表示支持以色列 不過以色列否認對哈尼亞遇刺事件負責 特拉維夫大學國家安全研究所的 波斯裔以色列研究員薩布提說 我看到X和Instagram上 有很多波斯社交媒體用戶的評論 他們對哈尼亞遇刺感到高興 很多反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伊朗人 長期以來一直批評伊朗獨裁領導人 向哈馬斯等地區代理組織提供資金和武器 而不是將國家資源用在國內 這些批評者用波斯語發帖慶祝哈尼亞死亡 英國波斯語新聞網站還發佈了其漫畫家創作的一幅漫畫 顯示哈尼亞擁抱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代表以色列的一雙手在哈尼亞的背上畫了一個紅靶心 以色列政府的波斯語Instagram 一個頻道吸引了150萬粉絲的強烈積極參與 哈尼亞遇刺後 這個賬戶發表一張照片 顯示以色列各旗上有一個舉起的拳頭 伴隨文字以色列是我們的家 我們將留在這裏 照片張貼後在三小時內吸引3萬2千個點讚 速度超過網站前兩個星期的任何其他張貼的點讚 不過撒布提說 我認為慶祝表達目前將限於社交媒體 以色列軍狂歡慶祝最近的好事連連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出場也是一面精神器 一數幾個月左右受氣的徵兆 法新社報導內塔尼亞湖宣稱 我們消滅了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的得力助手 他對屠殺兒童負有直接責任 任何殺害我們孩子的人 任何謀殺我們同胞 傷害我們國家的人 都將以其項上人頭付出代價 任何針對以色列的侵略行為 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上個星期中共邀請巴勒斯坦14個派系的代表 到北京參加談判 並共同簽署了北京宣言 在推動建立巴勒斯坦國計劃的時候 哈尼亞的死亡可能會被北京的這一日努力 帶來很大的變數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清 中方堅決反對並譴責暗殺行為 對這一事件可能導致地區局勢進一步動盪 深感憂慮 中共在以巴衝突中一向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一方 以此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衝突爆發以來 中方明確支持包括哈馬斯在內的巴勒斯坦 但是巴勒斯坦內部各派仇怨 深深分歧很大 過去雖然亦曾經達成過和解 但往往都是痰化日焰 很快就會重新刀兵雙向 伊朗新任總理已經向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發出通知 不久將對以色列發起軍事行動 並警告他們不得利用其領空對付伊朗 有消息傳出 五國大樓官員表示 伊朗及其盟友將在未來72小時內 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攻擊 《金融時報》說 美國和歐洲外交官正在中東舉行緊急討論 試圖避免發生地區戰爭 另據網傳黎巴嫩記者Elia報導稱 以色列情報部門通過WhatsApp消息 在哈尼亞手機上安裝了間諜軟件 該間諜軟件可以檢測到它所在房屋的確設位置 並從無人機上對其發射導彈襲擊 該惡意軟件和非馬智能手機黑客病毒完全相同 後者由以色列公司NSO Group授權開發和銷售 它允許你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 訪問消息、照片為止數據 甚至控制手機的攝像頭和麥 而阿拉伯媒體公開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 一名哈尼亞的保鏢 向摩薩德特工提供了哈尼亞住所的死亡情報 當日凌晨2點 摩薩德特工在哈尼亞住所附近的建築物內 直接向哈尼亞的臥底發射了一枚以色列製造的長釘導彈 穿槍進入導致哈尼亞睡夢中當場致命 發生社報導分析人士稱 這個顯示了以色列對伊朗的滲透程度之深 而這次襲擊是伊朗情報部門的一次重大失誤 中共政府承認 中國部分產業已經陷入內捲式競爭的尷尬局面 30日當日 中共政治局召開由黨魁習近平主持的會議 期間提出防止內捲惡性競爭 並讓落後低效產能推出管道 在此之前 中共政府從未承認過 中國存在內捲類型競爭 相關做法還是首詞 評論人指出 中共制度下的經濟發展處於畸形狀態 問題還在惡化 官媒消息指出 習近平主持會議 部署中國下半年經濟工作 會議提出 當前外部不利形勢增多 國內有效需求不足 需要提高投資者信心 會議期間提到的內捲一詞 主要是指 在人多資源小的情況下 個體會付出越來越多的投入 來收取越來越少回報的狀態 在三中全會閉幕後 政治局首次召開會議 該會議說 下半年經濟發展任務頗為嚴峻 需要穩定市場預期 對於中國社會存在內捲問題的說法 中國民眾深有體會 廣東博主吳深深表示 誰都討厭內捲 但是都不得不走上內捲的路 這是現實條件決定的 中國產能依舊很大 但是需求變少了 大家為了搶到一口肉食 不得不開啟內捲模式 他舉例說 這幾年的冷氣價格變得越來越便宜 冷氣廠的老師傅和我說 由於客戶給的定價太低了 為了養活員工 工廠只能將銅管變薄 或者用鐵管替活 才能維持不虧損 人工材料都漲價 成品不漲反而降價 那質量怎會好呢 總之內捲之下安有元倫 也有江蘇網友表示 內捲來自於當下的中國不平等 統治階層黑爾要高人一等 享有特權 以權壓人 可以不將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當回事 將老百姓當作奴隸 希望之聲TV粵語主持人 資深記者石頭表示 中共之下的經濟發展其實是很畸形 很多行業都是一窩蜂的操作模式 沒有長遠的規劃 更不會投入資源去研究開發 都想賺快錢 從上到下都是這樣 問題的來源就是從中共的白貓黑貓論得來的 只要賺到錢就是有本事 不會再去關心以後的發展 其實也是將很多的路塞死了 而中共同時又將大量的資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老百姓那爾維生的部分 能夠用的資源就越來越少 現在就更少了 更加變本加利了 現在不是又有什麼公有化嗎? 現在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內卷會更加嚴重 這是一個死症 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解決中共 也就是說中共或者習近平 才是這個問題的根源 習近平開會只是因為 他以為自己真的是中國的首席經濟專家了 所以開什麼會也只是認識異議 問題不僅解決不了 會越來越嚴重 近日美國媒體發現中共在不斷地儲糧儲原油 而且還有百糧戰車 5小時就可以跨越台海 以此同時 美國兩黨議員也呼籲美國政府 要向人民發出戰鬥號令 據《經濟學人》報導指出 中共計劃在2032年實現90%的糧食資產 此前從200年到2020年的20年間 中共的糧食自給率從93.6%下降到65.8% 現在中共正積極增加糧食的團儲規模 美國《農業部》預測 中共小麥和糧食的庫存 將轉全球的51%和67% 而在能源方面 中共70%的原油和40%的天然氣 依賴進口 但自2020年以來 中共原油儲存能力從17億桶增加到20億桶 今年年初到現在 中共原油庫存平均每天增加90萬桶 並預計原油庫存將達到13億桶 而天然氣存量 亦從2020年的150億立方米 到明年達到550億立方米 美國防部前分析人士認為 中共可能在這裡備戰台海 另外日前 台灣動用了近20萬軍人進行漢光演習 但發現中共撥海輪到公司的兩艘滾裝船 日前已停留在福建和廣東交界的南澳島 專業人士分析 這兩艘滾裝船 可能在這裡進行跨海登陸掩襲 這些民用滾裝船 可以迅速轉變成軍用 負責坦克、戰車和補給運輸 比如渤海珍珠號 可以裝上百架戰車 只需要5小時 就可以橫跨台灣海峽 7月29日 美國國防戰略委員會發出報告指出 美國國防戰略過時 軍隊結構不合理 美國公約基礎嚴重不足 沒有辦法同時應對來自中俄的雙重威脅 報告建議兩黨共同向美國人民發出戰鬥號令 委員會主席哈曼說 目前美國國防戰略是在烏克蘭和中東戰爭之前制定的 未考慮到中俄的夥伴關係 不足以應對威脅 他提議建立多戰區部隊建設來修復當前的版本 委員會發現 美國如果不做出重大改變 力量平衡將向中共傾斜 中共年度國防總支出大約是GPT的7.2% 俄羅斯今年是GTB的29% 而美國國防支出感約3% 報告批評了美國的國防投資 美國的國防工業基地人員少企員少 財政支持下降 生產能力不足 不能滿足各部隊 在和平時期和戰時需求的能力 委員會還指出 除了軍隊置身的改革 美國還需要為可能爆發的戰爭進行全面動員 因為美國公眾大多不了解美國面臨的危險 要為全球衝突作適當的準備 因此 迫切需要兩黨向美國人發出共同戰鬥號令 以便美國現時就進行重大變革和重要投資 多謝收聽本次的今日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請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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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收聽